第2场,5班跑1650米泥地赛事 介绍一下分享给大家 预测跑法里面,底下有个AI 为大家预测这场贴士 我们的电脑预期威震天龙金斯雷像会放在前面走 二性双级会紧随其后 但上次上次放在前面会不会被人咬住呢? 也有一只威震天会不会早段步骤相对偏快 没那么容易被二性双级走得离开 而首选方面,继续选7号金斯雷像 上次彩前也提供他首选 而今早很多马都是出自1-2-6种场次 例如放头二性双级 黄衣红帽就是金斯雷像 外面是探险家和神父奇妓 稍后再看看后面那两只 先看看前面的对马如何斗法 金斯雷像在前一次深曼地 虚了个鸳鸯场地 回到来也有个第3,当然很厉害 上一次好像走上来 差点过不了二性双级 佳因泥地就跑momentum 前面那只放得顺 所以追上来 好像金斯雷像赢得比较吃力 但是这样就会加5分 但是今次二性双级 就不是冷门身份 大家都会厚实力 而金斯雷像的位置应该是在前置马后面的 今次多了前置马 刚才说过有威震天 相信二性双级也不会改跑法了 还有短途速度的大跌和平 会不会上去搞它呢? 所以金斯雷像早货都相当散镜 这类转仓马甚至是中联马 用得就用的 伟特第一季开仓 这类马有那么多 散那么多出来的 审流也要 重视停赛 都要把握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 露一线的曙光 又要赚成绩的 所以金斯雷像我觉得这一组里面 依然是可以作为首选的 接着配角方面 再看1、1、2、6组的赛事 就是后面那一队 刚才说过跑泥地跑Momentum 虽然这个镜头转一点 大家辛苦一点 但是也要说一说 现在在第4位置 那只就是神父奇奇 外面白衣 红帽就是探险家 两只留得比较厚 但是探险家在这五百多六百米 就是弯尾的时间 一直这样冲顺 反之在里面的神父奇奇 就困拢了 起不了步 就是那个 踏不着的 回来 当然是探险家 而这里再要转位出来的神父奇奇 其实都已经逮世已晚了 的确探险家这里 背着重磅之后 抛掉他 但是回来那几步 神父奇奇也不算太用力 好了 而探险家在几日前才拨过一场 跟前来跑 如果这样一个此超比掌 在体力的升降之下 我拨着神父奇奇 如果这只马尾的测试是 探险得好 而金斯雷杖在内南是不好 大约的泥地偏差 就会被探险 所以 投二选就这样去摆发 而第三选 万霸区 这路程也是唯一的出路 执到少都不报名 可能有点矩矩 上一次 这只的万霸区 我们看看放大镜 其实他第二天 就是有前腿不能迂行 所以跑得比较远 可以当是抹掉他 如果跑出水准 这只万霸区 时刻 都是跟这些执到少 高瞻远足 金斯雷杖近 所以 绝对是可以有权 走回一直 而执下去 另外第四选 是执探险家 他的班数 又或者是泥地性能 都是有点赚 和超出的泥地 是怕他早几天 那场用力做的 不过 算一下班底 就放回来做背脚 第二场波仔的心水 选了七号金斯雷杖 十一号神父忌忌 九号万霸区 和一号探险家 完结之前 就介绍多一个功能给大家 在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 骑练的表 当跑马 赛役的时候 哪些马房 特别动手多 有动静 在马名上 就会有一个 W 赢 Q Pay 一路顺带下去 如果喜欢看马房动态 这个表就一目了然 不用人手抄 有时候会抄错 所以 这个表 可以临场给大家 去执生 或者看哪个马房 动作比较多 第二场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想看第三至十场 在赛前的时间 欢迎大家 去到 download 了我们的 肩仔之后 去看收费计划 有不同版本给大家 一次 每月和一年的月费 给大家收看 如果用到不明白的时间 可以打开我们的使用手冊 甚至乎 去到 联络我们 当中有网页 Facebook 专页 网址 网页 还有YouTube 频道 同文兵貌 也可以教大家 有什么功能 和功能 和什么用法 好了 这次的节目差不多 第二场就谈到这里